好,又回到第三節的黑木崖 今天很高興鄭依依和我們一起 講蘋果公司開了新的蘋果店 我們講一下蘋果一些勞工的問題 同一時間我們都講到 就是來到下半部 我們又講另一個蘋果 這個蘋果周圍都很紅 出了一份報紙叫爽報 但我記得好像不是第一份爽報 這個已經 第一層應該是台灣 沒錯,台灣已經一早有上坡 但很奇怪的是台灣 其實我覺得挺有趣 因為台灣先出了 為什麼肥佬黎不是先在香港 其實肥佬黎的市場 或者它的旺角的陣地 都已經轉移了去台灣 是嗎? 蘋果在台灣比香港更大 我想它是看它的發展前景 應該是想在台灣發展得更多 因為它又製造一個電視台 是嗎?原來這麼厲害 原來我們已經被人邊緣發了 不錯啊,快走 斜子園有邊緣的角度 現在還要再回來 很糟糕了 現在出了一個爽貨 就是一份免費報紙 香港也不是免費報紙 現在一直以來 就是之前有這個 這個投資報 是AM330大Metro 已經券三份 另外英文是有一份standard 加上四份 現在整多一份 加上五份 最搞笑的是 要印鞋100萬 每一期的免費報紙 要印鞋100萬 但是我記得好像是 比如AM330 都是印鞋40萬左右 所以這些就是很重 出來出擊 打擊 打擊 一統免費報紙市場 以這個黃姐的姿態 那一出就被人罵 知道嗎? 是啊 最主要就是 這已經帶了一個笑話 其實就是 這個太陽報就說 這個說法是淫蕩的報紙 是的 我記得我最搞笑 在網上看到有一個批評 就是有評語 對於這件事 這個真是一百步笑 50萬 就是 現在是夠 就是鬥的 在人 對 是 夠人方面 恐怕 爽暴的蝙蝠所限 都不能夠來 不是 但是他有新招 是 什麼新招呢 他會真人獨佈 包括他 東方罵他 他也是說 Mask 他其中有一篇 有一位作家在上面 就是 用一個色情的角度去連載 小說 也都會讀出來 但是 他整份報紙都會讀 是的 這個算是新典子 就是 首先 蘋果其實到處都是 就是當年也是 就是 蘋果在出現 很多人都說 改變了香港的報紙生態 其實我們去台灣也是 台灣有些文化人 一說起蘋果就罵 就說 你不是蘋果 搞到我們的手指 怎樣怎樣怎樣 多得其多禮 就是革命性的 這個革命性 就是 革命性 就是革命 尤其是文化界 都會覺得很不妥 現在這次又來了 又有新有 就是 因為結合了很多新科技 例如 Apple Apps 也有上報的Apps 裡面就有 《動新聞》 就是蘋果一向都有 另外一個就是 《獨》 《獨》 包括了一些 《咸虎》出來 是的 但是我記得這個也有很多人說過 有人說 如果你聽陶傑說 《咸虎》 而會 講到你有反應的呢 這個也是挺恐怖的 就是 口味都不得不算很重 很奇怪 所以這些 除了是堅密之外 我不知道陶傑可以讀多少次 就是 讀多多久 讀多多久 就是你說 我一個女生讀 我可以想像到 可能有些意思 但是找陶傑讀 就 我其實是不明白的 就是你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可能提醒了他 他馬上 繼續陶傑寫 然後找另一個人來讀 不是很合理 怎麼開頭才知道 就是 就是 其實 其實我個人都比較開放 因為我不是覺得人 寫《咸虎》有什麼問題 不僅僅是那個圓圓流長的傳統 比如我們很尊重的文化人 黃瞻先生 當年也寫了很多《咸虎》 但我覺得黃瞻沒得過自己讀了吧 所以 才智的高低 在這裏就看到了 所以 這個很奇怪 不過我們講回報紙生態的問題 好 除了在這一方面之外 除了這個 這個 另外就是 很多人都說 它的內容 其實有些問題 可以說些什麼 在這一方面 其實我記得 最初這個《咸虎》出現 就是說會出的時候 還未出現 今個禮拜才出現 應該是一個月前 蘋果會出一個免費報 的時候 他也有介紹一下這個免費報 有什麼特性 就說 想更加斷攝精幹 更加導體 然後我在Facebook 看到有朋友 說得很精靜 他就說 蘋果也還未夠 點燒精幹 他也還未夠 還未夠 還未夠簡單 再簡單些 是的 其實可以看到它的蝙蝠所限 其實我不明白 為什麼這個免費報 一定要是這些 Tabler的 就是 細開 細開盤 所以 但是你看到它的圖 仍然還很多 甚至整個版面 簡直是用圖像 或者版面設計才行 文字只不過是 一些可以說是輔助的位置 才有出現 我想整個版面 例如這個蘋果粉絲今晚九點見 這個有沒有說到沙琴 沒有 因為這個是 星期四的時候出現 我們是星期六才去 那在星期一才會見到 哦 如果還有不見的話 是的 但是我知道 其實我也聽人說過 之前 不是爽播 其他報紙也是 我記得有人跟我說過 譬如這個頭條新聞 好像 頭條日報 好像整個報館 好像只有四五個人 然後他們 那很奇怪 可以說一下 一般報紙 你在報紙做過 就知道有記者 記者要拍攝新聞 就是出街 無論你是訪問也好 你是突發也好 你是政治也好 你都要出去看 那你一份報紙 如果你平時正正經經 就譬如蘋果日報 才算 我想 有多少人 譬如蘋果日報 或者是明報 明報 人數不多 一百人 一百人 一百人至百五人 左右 那整個報紙有100到百五人 那我問那個朋友 頭條日報 是四五個人 即四五個人 可以做成份報紙 那你想一下怎麼可能 是的 究竟 應該是一個迷來的 應該是 一百多人做一份報紙 那你朋友怎麼說 他做些什麼 哦 因為我們 不用採訪 我們抄台 抄台 抄台其實也很辛苦 一天拼台 然後不斷抄台 所以要抄台 是很辛苦 抄了整個台 對 可能也有一些新聞社的消息 有些聽眾 有些朋友 可能不知道什麼叫抄台 其實我兩次都不知道 那什麼叫抄台 我很簡單 你說打開電視 有線就最好了 最詳細 那你看到有線新聞有什麼 你就抄 那你見到有線新聞 說什麼 你就寫下來 那就好像你出了街 你就好像做了採訪和報道 那你把新聞 七七八八 有些外電就譯 有些freelance 有些線稿 廣告 七七八八 那一份報紙 如果你是本身黏著一個報社 就是報館更加好 那邊就直接彈報紙過來 那裡面就重新寫 那這個也是 《蘋果》 廠報就是 沒錯 它也沒有隱瞞 它就是 《蘋果日報》的處要玩 那可能 他一個人都不用請多一個 就是 一個記者寫一個報道給《蘋果日報》 另外 老張又拍他的肩膀 這一篇就寫一篇給《蘋果日報》 那他又寫了 那一人就寫了一份稿 寫了一份報紙 寫了兩份報紙 寫了兩份報紙 那不錯 那相片照樣 我段會不會 對 所以 這個真的省水省力 哇 所以免費報紙 真的是免費 免費 不是在於你拿那個是免費 是在於他整張高 是免費 對 那只印的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印得出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就不用付錢了 那聽來聽來好像挺好的 是不是 有些人會覺得 哇 那我不用付錢 有份報紙 就想想想 那就是付錢買報紙 那些人就買《蘋果日報》 那我不用錢 我就拿了一份簡單版 是不是 那有些人都 是不是應該是很開心的事 是不是 即是香港人很喜歡這樣說 笑題者特意 是不是 即是 好像是這樣 香港人是這樣想的 是不是 就是好像挺好的 但是 其實我會覺得 有一個隨願的隱憂 我們剛才剛剛講的 其實它的版面是很小的 文字的篇幅也很短的 是 我們都知道其實文字可以承載那個量 或者可以傳達那個意思 其實是比 可能圖像是兩種層次來的 有時候一些比較圖片的 你會見到很具體的一些 有些暗字的出現 那你就會怕到它的意思 但是文字 往往都會有一些雲味 是在治療行間會流露出來的 那其實如果我們消費者 或者是所謂的 我們不要用消費者這個概念去看 其實 因為我沒有付錢 是不是 不是 沒有付錢沒有消費 而是我們沒有這個 其實我們看報紙應該是一個讀者的立場 你閱讀其實是一些文化 或者是一種知識上面的得益 那你消費者就是打算給錢 那一下 或者是有著數那一下 那其實你就沒有看背後的一種文化分圖 或者是閱讀能力的那個培養或者吸收 那其實你看得多這些短文之後 可能你對一個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裡 可能八百次都沒有 整個版面 那可能你將來 但是他已經生產了很多細段的文 那如果將來我們看一篇 比較長一點的一千字 或者一千五字的文 你就會看到 嘩我怎麼這麼多字 我都不是我平常看的 尤其是是青少年 那其實你閱讀是需要有一個培養的過程 那你將來看不到那麼長的文的時候 就會很令人 就是這個閱讀的能力 會很坑裕 我會覺得 那就是好 同序漸章 小學生就可以讀這些 哈哈哈哈 學小學生就聽一下 就算 就聽一下 鼓這樣 對 小學生就拿這份 然後中學生就買了蘋果 那大學生就 不知道怎樣 好 那這次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回來再跟大家繼續講 OK OK